11月29号,2021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比试在全国各地拉开帷幕 当天早晨,记者在北京其中一考场外看到 考生正在通过扫码、测温等程序有序进入考场 据了解,本次国考计划招录2.57万人 报名阶段共有157.6万人通过佣人单位的资格审查 平均竞争比达到61比1 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几位考生 其中大部分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就是边工作边考想试一下 就可能比较稳定吧,比较适合女孩子 第二次在职,社会对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认可 这个就是自己在这个职业选择上 很喜欢做一些跟国家更加相关的一些事情 第一次在职,上半年吧,上半年对那个工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就试试吧,反正多一个机会 有考生告诉记者,因疫情影响 未考的心理压力和竞争压力相对较大 但大部分考生表示,考试心态较为平稳 今年工作就是有些行业不景气嘛,竞争肯定会加大的 我觉得 听他们说好像因为疫情原因好像这个考功的比一万的多一点 还行 就是本身也不是说一定要考上或者怎么样 就是既然参加了就考好复习了,能考上就行 考不上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我是觉得疫情然后后来就是报名人数比较多 因为就是本身没有说以这个为主嘛 就很平静 某教育机构公考专家表示 从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来看 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去年相比确实明显增加 但在近五年来看仍属正常波动 考生不必太过紧张 像2021国考最高的岗位竞争比达到了4600比1 而2020国考最高的岗位竞争比达到了2000比1 岗位竞争比也比去年要激烈 但是其实就是广大考生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并不是近五年来它最激烈的一次 像我们2017年 它的最高的一个竞争比可以达到9500比1 还是属于正常的 吴雪建议考生应做好相应防疫准备 放平心态迎接考试 今年的话它从内容方面的话 可能会对于常识涉及到一些新冠疫情的一些时政类的考点 所以小伙伴们可以从这方面去做一些准备 那么从心态方面 其实它并没有对于大家有太多的影响 所以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 达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抛出一切的杂念